嗨,我是金鑫 最近在中国有一个女游泳运动员非常火 她的名字叫傅元慧 她怎么火起来的呢 就是在奥运会上她比完赛 记者去采访她,对她提了一些问题 她的答案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可爱,直率 让大家看到了她可爱的性格 所以她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她的答案也非常的具有魔性 魔性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词 叫做魔性 魔是魔鬼的魔 魔性 魔性的意思呢,指的就是非常古怪 很不一样,很特别 但是又很有意思 又很有意思 我为什么会说傅元慧的答案 她的采访非常的有魔性呢 比如说记者在告诉她,她游了58秒左右的这个成绩 问她对这个成绩满不满意 她回答说,我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这个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了 记者问她,那你是否拼尽全力呢 是不是有所保留呢? 正常来讲,其他运动员应该会说 嗯,我有所保留 我会为明天做努力的 运动员这样说是为了震慑对手 吓唬对手一下,证明我很厉害,对不对? 但是傅元慧呢,就非常直率地说 啊,没有没有,没有保留 我已经拼尽全力了,使用洪荒之力了 拼尽全力了 所以呢,网友就会觉得她的答案非常的有魔性 非常的可爱,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呢,就可以说有魔性 那魔性呢,还可以形容其他的 其他的事物啊,其他的词 比如说,魔性的歌声 啊,金星老师就有魔性的歌声 比如说,哦,你老哦 嗯,好吧,非常有魔性 再比如说,金星老师有魔性的笑声 哇,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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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魔性的笑声 当然你还可以说,什么歌非常的有魔性 比如说,小苹果这个歌很有魔性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这个歌怎么有魔性呢? 因为它很特别,让大家听了一遍又一遍 又很喜欢,很有意思 就可以叫有魔性 好吧,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要记得把它分享给同样喜欢汉语的朋友们 啊,也让他们看看金星老师的魔性教学方法 See you next time,拜拜 拜拜